馬時鏗用廢講話 燒錢發光彈香港很快變窮光彈 內地客香港酒樓吃飯 未見官才打30大板 香港城趕客之都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14日星期四 我是永恩 報導真相 真邊時弊需要勇氣 更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多點留言 和按一下Super Thanks 幫助我們一起撐下去 香港玩完美? 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現在的副衛集團主席馬士亨 3月13日出席香港總商會午餐會時表示 香港不會玩完 若香港仍然保持七大獨有特點 哪七大獨有特點? 1.穩定的金融市場 2.強化其金融中心的五大支柱 3.維持司法獨立及普通法體制 4.資金與人員的自由漏洞 5.信息自由流通的網際網絡 6.發展優良高質的高等教育 7.構建多元的海外專業人財富等 馬士亨表示如果政府政策發揮作用 香港會再次發光 並賣向另一個新的高度 鬼不知媽媽是女人嗎? 如果我能夠保持七位掃存款 就怎麼都不會窮到哪裡? 對嗎? 問題是 馬士亨提到的那七大特點 現在香港還有嗎?還有嗎? 馬主席你不如跟大家說下 你提到的七大特點 現在香港有哪樣保持到? 穩定的金融市場 現在外資都沒有鞋玩劇走啦 司法獨立?更不用提 你看看現在的香港監獄 有幾個未判先籌的政治犯? 信息自由流通的網際網絡 23條立法之後 連家裡有張舊報紙都說有可能違反23條的 未來香港能否保持自由流通的網際網絡 恐怕連智能手機都不適用的阿婆都知道答案 換言之就是因為你所說的那七點都揭不到 所以香港就玩完咯 馬士亨你真是風趣 用個廢來講話 不過換個角度來說 我都知道馬主席並非蠢人 香港現在什麼警方 難道你不知道嗎? 就是因為現在香港連說真話都難 所以你唯有用這種方式去暗示 香港其實已經玩完了 康洛克文化事務處主辦大型戶外藝術計劃 《藝術at.維港2024》 將於3月25日至6月2日期間在維港兩岸舉行 其中一個TeamLab光年展覽展出超過200多隻發光彈 康民處處長劉明光形容非常特別 估計連同藝術有理展覽兩個活動成本約5000萬元 不過有市民抱怨活動成本太高 淘寶上類似發光彈至需1400人民幣左右 康民處介紹稱 《藝術at.維港2024》有五個藝術項目組成 於天馬公園及中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展出的兩個項目 是由康民處藝術推廣辦事處及科學推廣組聯合策劃的 《TeamLab光年及藝術有利展覽》 康民處表示 《藝術at.維港2024》期望透過結合藝術、科學和科技的 戶外藝術裝置作品及大屏幕數碼影像 為市民及旅客在維港兩岸帶來耳目一身的感官體驗 《TeamLab光年展覽》展示兩件藝術作品 《持續暫納的生命中數百個色彩繽紛的發光彈》 隨著與觀眾的互動而變換顏色和音效 庫應致庶則陽院內數十棵樹木與發光彈呼應 不斷變換光色與音調 據康民處介紹這些發光彈從天馬公園的草地 一直延伸至維港海面 隨著體驗者的互動以觸發不同的環彩光色與聲效 讚削的聲光如漣漪般向外泛陽延綿 既成為體驗者們的共同創作 也傳達了城市景觀中存在的連續性之味 在海濱創造獨特的都市光景 與維港的繁華夜景相互呼應 康民處長劉明光說 今次是TeamLab首次在海邊設置發光彈 意念是異光連接自然及人類 並異光模糊水及陸地的界線 彈形裝置則象徵生命 會隨著與觀眾互動變換顏色 另一組展覽藝術有理由香港本地藝術團隊 Lab Architects及藝術家郭達倫創作 同樣由3月25日至6月2日展出 藝術有理包括維港杯和薛丁格床兩個展品 前者是一組互動藝術裝置創作靈感來自足球機 後者則是以有趣的方式 呈現著名的量子力學假想實驗 涉丁格貓鼓勵大眾思考物理概念 劉明光透露 TeamLab光連和藝術有理 兩個項目成本約5000萬港元 有市民質疑5000萬港元太貴 雖然不知道政府用了多少財政儲備賣了200隻彈 但淘寶上有類似產品戶外LED發光彈燈色 只需1400人民幣左右一隻 如果政府經常弄這些沒用東西 香港很快變窮光彈 未見官先打30大板? 一名來地網民近日在小紅書發問 抱怨在廣常酒樓消費 菜單都還沒看到就已經花了120元 引發網民而議 這名大陸網民在鐵文中表示 自己一行人到中環一家酒樓吃飯 五個人入座,查委費就已經收了80元 零加一碟花生,一碟橋頭,各20元 菜單都還沒看到就已經花了120元 這名博主由細數菜品價格 港式細胖紙白飯16一款 粒粒皆辛苦不敢浪費 上湯菜心,量心價118元 菜心18元,上湯118元 而外之二好像在抱怨 菜心最多值18元 但加個上湯就夠膽收118元 雞鴨魚肉各樣都有 只要1200多港元,吃到就是賺到 不愧是我大中環核心福地 而外之二似乎驚訝高消費的同時 質疑香港酒樓有聯收費現象 鐵文引起網民討論 有網民認為他五個人在中環吃晚飯 有魚有肉,1200元還叫貴 平均一位250元,正常便宜消費 貴什麼?這裡香港來的,你猜大陸啊? 我們幾年前吃大派當都900元 吃快餐都七八十元 也有網民建議,去吃兩頓飯啊,不用收茶位費 更有網民抱怨,現在吸引那些酒樓都沒去過的客人來香港 還說刺激香港經濟,香港人被他們刺激到就真 香港旅遊業一蹶不振 新加坡聯合早報刊文將原因歸咎於缺乏待客之道 無論酒樓時應或的士司機的服務態度均不友善 這讓香港成為港客之道 聯合早報駐港記者戴慶成 近日讚文分析親身經歷 他說上週五出席一個講座 山場後和朋友去附近一家酒樓用線 當時是週五晚上,酒樓罕有地人頭湧湧 酒樓經理告知他們只有一小時用餐時間 就在大家面面相趣準備離開之時 酒樓經理見狀改口將一小時的用餐時間加至過半小時 於是大家坐下,落單頭只需十幾分鐘 所有菜餚全部上齊 大家吃完後適應馬上倒桌 似乎催促客人快點埋單走人 文章說本打算邊吃邊聊的飯局 在一個半小時內匆匆完結 總體而言酒樓的食物水平常可 但服務水平實在不敢恭維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支柱之一 過去十五年,絕大多數遊客都是來自大陸 今時不同往日 過往很多大陸遊客來說 大手筆購物消費,如今變成窮遊 文章認為香港旅遊業長期依賴購物 以不能滿足大陸遊客的多元化需求 再加上服務水平每放餘下 更令遊客對香港被疑遠之 很多大陸遊客大吐苦水 香港酒樓和茶餐廳的服務員好像很煩躁 從下單到扶款都處於一個很憤怒的狀態 彷彿他們才是消費者 不僅如此,在香港餐廳吃飯 還要忍受一些不合理的規矩 比如限時用餐,不可自行挑選座位 還要和其他食客搭桌等等 為何香港服務業從業者要黑口黑臉呢? 文章分析指,首先與香港租金高居不下有關 餐廳為維持收入,希望客如輪轉 所以伙計們遇到萬條絲利的食客 往往會拋耳白眼甚至惡然催促 其次香港打工仔的工作時間偏長 飲食和零售業的僱員平均每天工作10小時加上便飯 正常人天天站著十幾個小時工作,很難長期保持微笑 第三,過去三年的移民潮導致各項業人手不足 餐飲零售業尤為嚴重 因此從業者不受找不到工作,自然又本錢向顧客黑臉 文章總結到,香港餐飲零售業的禮貌問題已成為還質 這個問題若不盡法解決,香港的趕客之都的地位只會越來越鞏固 影響香港對外的形象和經濟復甦 有市民表示,香港和外國都不同 香港餐廳適應的收入,不是來自小費,而是來自老闆 老闆希望伙計們做好基本服務,下單、上菜、收錢、收桌 客人要想體驗賓至如歸的服務 要花大價錢去私人回所五星級酒店的餐廳才行 簡而言之,都是錢的問題 好了,今日的香港就到此處 多謝大家的收看,明天見 明天見 大小小小中虎 百尺